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我還蠻推薦各位 如果說你的RAM不夠大的話 還要買一下 我發現真的差很多 尤其是你跑那個 像我現在幾乎就是全部都開 Eclipse也開 然後那個Android Studio也開 然後開一堆 好像 都 不用關了 以前的話還會感覺卡卡的 因為我本來是兩條4G 我想說把一條4G拔掉 再差一個 8G 因為8G我看了一下 現在價錢 而且還是金斯頓的 不到1000塊 OK 所以插上去整個 第二個可能就是你六四委員環境 就是一定要六四委員的 這樣的話整個 效率上面會好很多 OK 所以你特別注意就是你這樣買那個 Notebook的時候 就可能要稍微看一下 第一個 你那個買的時候 你那個RAM能不能再插 有的買來就完全就不能插 因為他 我前年來買 然後他有分 還有下面拉下來 針對 對有有有 有不同的 貴 當然 所以 就是 在買的時候你要想清楚 他能不能擴充 或者是說你如果買Apple的話 Apple要Apple專用的 所以相對當然會比較需要 因為他是 不能加 不能加喔 出廠就得買好了 是喔 不過有些規格可以加啦 可能比較桌機 比較大的 所以那個 早期應該可以啦 因為如果你不能擴充的話 那等於就是你大概幾年之後 你就要換機了 因為你沒辦法加 等於是個噩夢嘛 因為等於你這個就固定這樣子 如果2G 2G現在能做什麼 我大概 因為我之前買Air的時候也是買2G版 後來才覺得 2G實在是沒辦法做什麼 你連升級空 剛好我另外一台notebook是可以插的 可以插兩條 我就把它買來插 就一插就可以了 非常方便 所以買的時候你要去想到 你將來能不能擴充 而且擴充 你要去想說 他那個擴充方不方便 有一些是要整個機板 就是整個拆開來才能插 我剛好買的那個是 那個直接底下一個板子 一個螺絲轉開來 插上去就好了 不是Acer的 Acer很多也是可以啦 或者華碩的也有 所以你買的時候就注意一下這個規格 這樣的話 比較OK 我之前是買一個 那個富士的 就是那個日本的品牌 因為那個 剛好那時候也 其實我都是看買東西都是 就是最最精確的時候 可能本來很貴的價錢 突然看到怎麼只有一半的價錢 那一半的價錢當然看到了 要不要買 當然要買 所以 不過什麼時候會是一半的價錢 好像也不知道 所以 有時候半夜起來 奇怪 像我那一台Air也是 買的時候也是買很低的價錢 因為我看到 他為什麼標這個價錢 而且是很 凌晨的時候嘛 可能我剛好坐累了 我想說是不是因為我太累了 對 想說 好 那這價錢 我覺得已經很OK了 再低應該也不可能再低了 而且他還付那個正版的Office 2013吧 後來我那個反而沒用到 那我就把它露天賣掉 還賣了大概三四千塊吧 而且很快一天就賣出去了 因為我是標裡面最低的價錢 而且這樣子的話 等於好像還不會差太多 OK 所以這個提供給各位參考 如果你要一個比較好流暢的一個工作環境的話 大概這邊可以注意一下 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剛剛講的那個Foto Player 他的作用大概就這樣 下一頁下一頁下一頁 大概就這個 很簡單 而且你怎麼按他就很流暢 有沒有他最後最上面一頁 又六的 又變 一直往一 然後再變六 有沒有 下一頁一直往下 可能到六 又到 第一的 他會有個cycle 不過這個有個缺點 你現在不能放大縮小 OK 即便你現在放在手機裡面 也不能放大縮小 這個部分 我們後面會再講一下 那這個 裡面的話 大概會有幾個地方要處理 就我們剛剛講的 幾個重點 那 重點來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這邊放一個view 這個是imageview 好 那這個imageview 裡面的話 我一個預設值 因為他將來呢 會需要有一個source 必須要 當你還沒點的話 那你就要 讓他是 選取 第1章 所以呢 我這邊的話呢 就是在那個 SRC 他裡面有個屬性 SRC 裡面的話呢 就 選一下 直接找到那個你的 這個特別注意 他有三個 project 跟system 特別注意這個是resource的位置 我們的是專案 那因為我剛剛有建了一個資料夾 這個建的方法我想應該不用講了 你按右鍵有個新增資料夾 然後呢 把 5張圖怎麼樣 用複製貼上 從你資料夾複製 然後把它貼過來 貼過來他就有5張圖了 你貼上來他自動 R會自動幫你登記 有6個圖進來了 然後呢 你就選第1張 預設第1張 OK 實際上這個 能做什麼 我覺得可以做很多啊 比如說你將來 你們出去玩的相簿 有沒有 你可不可以 把它做一個 大家的相簿嘛 對不對 很簡單嘛 你如果到時候把它傳到Google play說 你自己Google搜尋 哪一天出去玩的相簿 對不對 然後請他們自己把它裝起來 這感覺好像 他會覺得 你怎麼這麼用心啊 還幫我做一個這樣的App 而且還可以找得到 或者是說如果你今天 像那個我家之前講的婚紗 有沒有 婚紗罩 婚紗罩好像目前我聽到 也沒有提供這樣的App 所以呢 如果說你能夠快速的幫他做一個App 然後呢 給新人說 這個服務 其實也不用花太多錢 對不對 我想這個應該是有一個市場的 只要是他需要 快速的看到他一些圖檔的話 都可以把它包成一個App 即便不一定婚紗啦 你說公司的DM能不能 也可以啊 比如說很多公司 他會發行很多的DM 那如果說他可以把 把那些圖檔 給你 你把它做成一個 類似像這樣子 那快速的嘛 反正上一張不外乎就這些功能嘛 對不對 然後可以馬上可以看到裡面的東西 類似像電子書一樣 這我覺得也是有他的市場 好 那 做完這個 他的View之後的話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裡面的程式部分 大概比較重要的 剛剛有講過 那基本上的話 就可以透過什麼呢 上一頁下一頁 的方式呢 幫我去抓到 他應該抓的 這一個 那個 哪一張圖檔 那比較重要可能是這個前面沒講過 就是 Set Title 這個所謂的Set Title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個前面我們沒講過啦 不過我覺得這個功能還蠻方便 就是說 如果你將來呢 假如你不希望說 額外再去 產生一個什麼 一個Test View的話 因為前面我們有做過是 上面 但是我是把它放在一個Test View裡面 那如果說你會多一個Test View的話 你就需要去維護那個Test View 但如果你今天只是很簡單的 我只要顯示第幾張嘛 OK 那你可以怎麼樣 用Set Title 第 P加1 因為P從0開始 斜線 加上什麼 總章數 所以總章數的話 我們有一個 變數叫Count 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就可以根據什麼 這個地方幫你顯示在哪裡 顯示在這裡 所以這個技巧也可以學起來 OK 那接下來的話 這個部分假設完成了 可是呢 我們會需要一個功能 就是 請你 幫我 產生一個 放大縮小的功能 但是目前沒有 那怎麼辦呢 你可能想說 一般的做法是這樣 就是打開瀏覽器 Google 如何讓什麼什麼什麼 是不是 加一個那個 那網路上應該有很多人提供啦 不過有時候你可能不一定會成功啦 那已經有現有的資源 其實在哪裡 各位可以找一下 基本上 好像上個禮拜有講過 在那個我們雲端上面呢 有一本書 這本書裡面的話 就有相關的那個 這個這個範例說明 好像在 我們的這個 photo 在雲端裡面 有一個那個 範例的部分 那等一下的話 我們再來看 我要怎麼樣用那一本範例 裡面的 它其實已經幫我 做好了一個 類別 這個類別呢 其實我們直接就可以拿來用 放上去馬上可以Walk OK那怎麼做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請各位先把那個 Fover Player這個範例 它裡面的重要的東西 可以把它加到你的程式裡面 好 那再來我們等一下就是 教各位如何在那個 就是Android Studio裡面 加上放大縮小的功能 要不要特別注意 放大縮小這個功能 在那個 我們的模擬器裡面 是沒有辦法做出來的 因為在模擬器裡面 你的滑鼠只有一個點 你沒有辦法像手機一樣 可以有第二個點 所以如果你要有那個 第二個點出現的話 這個可能要在實機裡面測試 所以實機測試可能是必要的 那實機測試的部分 好像有同學之前 像那個 我們吳大哥之前就是 那個 一直沒辦法 抓得到 就是在輸出的時候發布 現在應該可以啦 應該可以那個傳過來的吧 上次好像就是那個 你必須把偵錯模式打開 有沒有還記得吧 每一支手機 尤其4點X以後的版本 那個偵錯模式要打開還蠻麻煩的 怎麼說呢 如果你要把偵錯模式打開的話 你必須在那個 你的關於 Enjoy 那個控制台裡面 最下面有那個關於 裡面有個什麼版本號碼 我之前還覺得 他是不是騙人 他說請在版本號碼上面 按7次 按7次喔 我想說這是騙人的 我想說後來就試試看 按下7 1234567 突然蹦出一個 不知道一個新還是什麼東西 他告訴你說 你的偵錯模式已打開 果真真的就打開了 然後之後 你要做那個 把 你的 APK 就是你最後做完的 傳送到手機 這個部分 才OK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你將來 版本號碼 印象是版本號碼 應該有看到吧 按7次 然後你就會跳出 真 什麼 對 開發 開發那個什麼什麼模式 才打開啦 這個時候呢 你才能夠把你最後做好的 那個App 傳到手機 才OK喔 不然的話他好像 本來是不行的 因為我覺得 之前同學一直說不行 奇怪 後來原來是那個 開發模式 那個偵錯模式 沒打開 打開了之後 第二個可能還要在裝你的驅動 就是手機的驅動程式也要裝 就可以直接傳送過去了 因為每一支手機 大概都 都應該差不多啦 OK特別注意 試試看喔 好移擦idad 好移嗎 有 可以說我 除非 車子 我